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60盘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景山玉台这盘棋也很有趣 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这盘棋也被大家争议的很多 然后我们一会通过棋局可以来看到一些 有一些现象吧 确实是非常的有趣 选择了一个对角新的布局 然后白棋手 挂脚 黑棋拆 白棋架 这里呢黑棋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明快的一个处理方式 尖顶完了之后挡下 挺有意思的 这里有一个定式的还原 大家也不知道发现了没有啊 就是一个什么定式呢 经常我们会遇到这个定式的时候 这个子当然了一般会在二间架或者三间架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先不讨论那边就说这个局部 黑棋脚尖 白棋长 黑棋跳 这是出现过的 然后再一靠 它再一顶端 所以虽然是一个次序的变化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还原成了这样子 但是下一首棋呢 这个Muster没有像过去 过去我们都说这棋黑棋是长 白棋呢是立 黑棋挡住 白棋拆出去 这个呢是一个混战的状况 就是双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呢谁也不是说就一定吃亏的 嗯 它是贴这个 这招棋比较 一般我们会觉得挺俗的 这正好二字头被搬呢 比较不容易下出手 但是Muster的多盘实战已经告诉我们 在它的眼里面没有齐形这一说 只有实用 好用 就是实用主义为主 所以它现在去贴 那么搬它 先立了一下 然后搬它 跳 拆 断 其实下了这几招之后呢 觉得好像黑棋也还可以 好像也不错 过去没有人下出这招贴 但是Muster贴完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啊大家也会引起一些思考 就是好像也不错的样子 虽然说要被搬一下头 但是我们抛弃掉理论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棋是不能下的 跳 这是棋形 它又顶过来 这个下的非常的紧凑 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Muster的棋 真的是用紧凑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非常的紧凑 这个紧凑 像现在这个棋形就是 它其实不太讲究棋形 棋形很不好看 都是气很紧这黑棋 可是如果你真拿它没什么办法的话呢 它这个紧凑就是实用的 就是好用的 也或者说就是应该我们学习的 就目前来看 这个棋好像还可以 但是景山也不愧是这个 日本围棋的第一人 下的也非常的好 现在这里黑棋退了嘛 黑棋的棋形呢 有问题 白棋就要来 相当于是对你的问题呢 它要来惩罚你 它怎么走呢 烤 打吃 这一袋景山下的 我觉得相当的展现它的实力 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 白棋局部是吃不掉黑棋的 如果说可以把黑棋吃了 那这就结束了 如果是搬了连搬的话 这就吃不掉黑棋 直接上这个比较强硬的手段呢 是不行的 靠 我们看啊 这里有紫 现在黑棋呢是这样 黑棋呢现在搬出 对效果呢 黑棋打一下就是跳 跟刚才那样呢是一样 就是你打这个就是一样还原嘛 它这是夹 夹是好期 如果你粘呢就还原 我总之是要搬这个的啊 你充这两个 我这两个是要弃子的 是不要的 那MASTER呢 这一期继续往前充 当然后来的结果来看 我觉得它还不如不充呢 充应该亏了 为什么 这一期是这样 如果我们现在呢 就比如说 戴好者们可能第一眼一看 那我这就弃子吧 就弃子 那这个棋呢 应该说黑棋也能接受 白棋走完 白棋谈不上多好 也谈不上多坏 差不多 但是呢实战这个井山啊 展示它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时候加一个 这招棋厉害了 这手棋一下得漂亮 什么意思啊 意图 你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你如果说粘住 依然粘 那我这时候不搬了 我把这个打住 你这两招 巨亏 超级亏 那你说我不走这个 它还能走哪呢 如果吃 这一挖吃 我们注意就挖通了 你提掉我 我再一打吃 这全部都通了 不行 它只能下它实战这个下法 那么我们 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 跟刚才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发现没有这两招的交换 刚才说了 哎 不是太好 也不算太坏 但有这两招交换 那一定是不错的 因为这两招本身是根本走不着的呀 你本来刚才是这样 我们看 这样子的一个定型 啊 那么这招和这招的交换 很明显白棋占了 白棋占了有力的多 这招交换 但是马斯特他也就这么下 这个 所以也是 为什么说大家的争议很大呢 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景山这个时候的形式 真的是不错的 呃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出来一盘骑士 呃 人类棋兽曾经一度占优 然后被逆转的棋局 基本上都是 呃 走一会儿就被马斯特控制了 嗯 然后呢 从接近慢慢变成差距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盘棋的争议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的是 会不会这个地方的 就是黑棋子这个地方的形棋 就是他的一个软肋 就是他判断不清楚 这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看 大家就知道 讲解也很多啊 就是说 这把棋下成一坨饼 顶的这种棋 对吧 你还得粘一个嘛 我们是极其不提倡的 啊 这个 龟壳一样的这一片 当然很厚 可是 就从效率 局部效率来说 真的不太高 呃 马斯特对这个地方的认知 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疑惑 现在还不清楚啊 尚不清楚 但是 他实在没粘这一下 实在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从现在来看 应该白棋形式还是不错 这棋呢 然后 点三三 脱 长 呃 点三三呢是很 很大的一手棋啊 把这个角给他点掉 白棋很快呢 把这个定型掉了 其实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这个变化 白棋不能脱鞋 你脱鞋对方一粒 你马上跳进来 你可能还会跟着他硬 那你这个棋的局部效率 是比不过黑棋的啊 黑棋是比白棋要好的 所以白棋虽然说有点亏 但是也要把这个走掉 或者说 虽然说损在外一点了 但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做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白棋 嗯 下成这个样子了呢 应该说 在这一带的定型啊 其实也没有结束 远没结束 沾一个是先手 必须要补 下一手棋呢 这个 嗯 马斯特也展示了 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就坐在这 对于这个很厚的这一块 怎么样去轻入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难点 他实际上选择了这个下法 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突破口 冲进来了 但是当然白棋不会那么轻易 让你就 潇洒的来潇洒的走 这地方一定得让你留下点什么 嗯 现在这个局面呢 黑棋如果说从底下活 那显然是不可能 这完全是 开玩笑 这底下的空间太小了 那怎么样 黑棋可以把这个棋给他 处理的好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 黑棋呢是先断 在这一刻啊 白棋贴的时候 黑棋是先断 嗯 然后呢往前冲 那刚才是这样 这样 黑棋呢刚才是 白棋现在倒贴了黑棋 希望你长 他一连搬 把你搬进去 当然黑棋呢 他断一个 是一个调子 从这个地方求生存 白棋能继续连搬 应该说白棋的很很凶 因为你底下活不了嘛 就是要把你封进去 这地方我的子力这么多 你还敢进到这么深 所以一定要给予他一定的打击 那么黑棋呢就这么下 那我们也打这一下 这棋的现成成 成为这样子了 我们看 哎 这个时候断 打吃 这个黑棋啊 看似提了四个 但是实际上 嗯 因为我们都强调 既然已经是活棋了 就不要在火上一直走嘛 在这地方已经很铁了 你有多吃四个 无非把母棋 但这边这个被吃下 其实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局部 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 判断呢 这个地方真的是 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就是 有的骑手说 马斯特下的好 这地方便宜了 有的骑手说 这马斯特下的太臭了 这这一坨一坨一坨 就是我们说那种 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 高楼上面盖高楼 就是重复 这吃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就八木棋嘛 你这地方加上刚才的 就十三亩 对吧 刚才三亩加了八亩 一共就十一亩棋 吃了半天 也很少 嗯 这个 这是一个很困惑的地方 就是 人 搞不清楚它怎么样的 嗯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它几步棋啊 挡住这个 挡住这个 然后它拌 这招也很大 十盏摆 七 点一下 这个脚上其实并没有什么齐 大家也就是一个正常分寸的定型 然后呢 你看黑棋跳一个 跳一个呢 其实已经有一些争端了 就是大家觉得 这怎么那么缓啊 这手棋 但是更惊人的棋还在后面 当白棋粘这个的时候 这个棋的下一手棋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一手 就是推棋走了这个 这手棋可以说 在当时无数的这些棋手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一个怀疑 就是说 这AI这么下也能够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这种棋其实大家知道 唯控不能这样唯嘛 就是你要唯 你比如说 呃 自然而然的成空 那是可以的 但这样的唯控 这可能业余大概三级的水平吧 大概是这样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这他会下这儿啊 这脚上还要被对方便宜 我们看 这个在当时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困惑 觉得自己的世界都不一样了 因为 如果对方就下这样的棋啊 就AI下这样的棋 也能够把职业棋手都碾压的话 说明 我们对于这个围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太疑惑了 但是很快呢 这个就有人出来澄清了 黄博士就澄清说 其实是他手点错了 他点错鼠标了 所以这也是真的 如果他不解释真的是很气人 就是他本来他是要走这儿的 他这手棋啊是要下这儿 这机器告诉他说要下这儿 结果呢 他因为每天这个操作鼠标嘛 要给这个人工臂啊 他要摆棋 比较辛苦 眼一花就 点错了 他现在下到这儿去了 哎 这个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但是最终反正把这个谜案呢是解开了 就是这个不是AI想的 这个是黄博士点的 AI呢是要下在这儿的 差的还是比较远 最后呢 这盘棋应该说景山 也比较遗憾啊 输了 这盘棋呢 为您带来的是有愿我呢 就是孟太林 对阵 马斯特的一盘 孟太林的黑棋 在此之前呢 孟太林已经是和马斯特有过多番交手了 可以说也会相对来说呢 熟悉一些 这个时候下一手棋的马斯特是尖充 又是一个让我们比较 第一是奇怪 第二是 就是对于棋里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行不通的一招啊 这个如果是小一个 我们说尖充还远可以理解 因为他压迫他比较局促 在这个地方平白多了一格 然后也可以给对方这样吗 这个是真的不理解 尖充了一跳 这变成任何棋 只要你在三路 他就会尖充你 似乎啊 我们用一个笼统的概念 就可以概括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棋 应该从道理上来说 不会便宜 但是 他也是这么下了 嗯 黑棋家 然后接下来呢 他用这边碰 跟这个的棋里有点类似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棋也是碰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连贯手段 嗯 如果你要是 火正好被他一斑 哎 由于你这有个夹的字 你不能被我这个先手啊 这个先手就冲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棋隔了一路 是吧 他也这么下 也走这个 嗯 令人有些吃惊 当然这个 最后黑棋的应对呢 感觉上 感觉上也不是太 好 但是这一棋有的时候也是 很郁闷 就是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是好 这个棋 该走哪对这个碰 没见过 就不知道该怎么硬 他就走完一跳 走的很平淡 但是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吃了一下 感觉上这块棋 白棋就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呢 黑棋反而是这个字的高位 现在有点奇怪啊 不伦不类的这个地方 如果是低位嘛 还可以跳起来一个好点 在高位 底下漏风 上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下 所以他实战呢 也就没有走 实战就脱鲜了 但是 从 从心情上来说 刚才黑棋一个脸片 转眼被白棋走成这样了 应该白棋也没有坏的理由了 嗯 黑棋呢是下了一个 特殊一些的下方 特殊一些的下方 但这下方也是有的 把下边呢打散 白棋 黑棋 飞了一下 白棋呢从这里挂进去 其实不单单是破黑棋的空 这么简单 白棋还有更高的一层意味呢 是要进攻黑棋这个字 黑棋跳 黑棋跳了以后 白棋继续坚冲 这个棋 对白棋来说 感觉游刃有余 它怎么下都好像不错的样子 对黑棋呢 对这种尖冲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 以前我觉得 在MASTER 没有这么频繁使用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尖冲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但是当它频频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会怀疑 那是哪出了问题啊 它这么喜欢尖冲你呢 因为 对方愿意看到的 肯定就是自己方不愿意看到的嘛 我们都是 要 拒绝让对方下成他自己 喜欢下的格局 所以这个老贝塔剑冲就觉得 可能以后我们的一些理论 是应该变一变了吗 反正这个 这盘棋的这个 剑冲已经让我们 呃 大家可以说是 大开眼界吧 这以前 完全不会去这样想的 因为觉得损 对方大飞已经多围一格了 这个明显损了 这个现在已经 确实是 突破想象力的时候 接下来 黑棋靠了长 白棋呢没有力 这时候白棋不好去力了 大家注意 所以这地方漏风 那你这立在底下就没有意义 还不如在这走一个呢 但自己走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它脱先了 拐几下 拐几下正常 正常 嗯 嗯 黑棋这拐了几下之后呢 很明显白棋这个地方 就已经变厚了嘛 白棋变厚 黑的就变薄了 所以白黑棋 也是要硬一个的 在这个地方 跳了一个 这个孟太林这个棋手呢 跟一般的 大家理解中的这个职业棋手 可能有点不一样 它的棋很多时候下的 可以说很创新 也可以说是很奇特 就是它总是那个思路呢 跟普通的一般思路不太一样 它这个思路都 呃 就是创新的东西比较多 它不太喜欢就是 人云亦云的跟着大家的棋去下 所以好多时候 它的一些价值观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不太能够呃跟得上 就是这个 比如说一会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棋挺有意思的 现在是这样 黑棋把自己这块棋处理好了 白棋呢 点了一下 黑棋压出 因为黑棋自身也没有完全火 所以从这里压出来 白棋煎 白棋呢 把黑棋的旗形走薄一点 黑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呢 是意图就是要从这里打出来 所以你现在也不能去断它 嗯 嗯 搬了退这个时候 下一手棋呢白棋是没有 找个字 白棋是没有去煎 白棋先震这个 走到这儿 这个也是一个要点 它是跳这个的时候呢 在煎的这个 对 黑棋呢随时走了一下这里 它先斑 黑棋呢 小地方倒是确实挺灵巧的 先拖 因为这个是先手 你不能够用枪 再走 退回 但是其实这个下边的价值 真的是 能有多少价值呢 这个价值很低的 嗯 白棋把这个粘住 黑棋加了一个 我觉得黑棋这个地方走的有点问题 把自己的棋呢 都走在了二路上 这个 对方明显的 价值 就是我们看一看得出来 这个位置太低了 价值不大 白棋呢通过这条棋 其实隐隐约约对于这一线 已经有了一定的呼应了 就是这一边 黑棋的压力 这个字的压力 其实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这手完全可以脱线啊 局部不是 它当然可以来杀你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 它就要 把吃掉吧 但是这期如果只能走这个的话 真的是很难受 就是这一带的定型啊 高一段落到现在 觉得白棋不坏 接下来白棋走这个 这必然的一招啊 黑棋这个字 现在就成一个负担了 所以 大家看 它也知道自己成为负担了 所以它现在这个飞 就是 就是要弃子的意思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定型成这样子 感觉上应该总有比这个好的效果了 哪怕你不抢这一招呢 是吧 这手棋跟这边相比 这个所得还是有限 黑棋在弃子 但是 木树上确实也是亏很多 更关键的是 黑棋弃子的时候 白棋还不仅仅是吃你 白棋还把黑的冲端 这个白棋下的太凶了 把黑棋还给冲端了 黑棋呢没有办法忙于自身去掏 白棋把这个一护 这都是先手这个 我应该说黑棋是完全吃不消这个地方 黑棋走完这个之后 白棋把这个又走到 可以说在这一个 从白棋走这个开始 白棋在这应该是获得了 大获全胜的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子本身你是在夹击对方的 要进攻对方的子 本来呢它是 这个形成模样的一个子啊 白棋进来无论怎么样子 也是黑棋在进攻白棋的一个子 转眼间呢白棋就一个挂 我们看一着棋就把黑棋都吃了 吃成这样不说 黑棋这个外围其实也不厚 这边的你虽然说打一下 但是木树上还是亏很多啊 这个的木太可观了 所以其实定义到这个地方呢 木树上黑棋已经 不能讲落后吧 就是已经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都没走出来 那自然是不是太好了 重点 重点还是这个地方被白棋冲断了 黑的奇怪 这个地方的作战 没有达到至少没有达到 黑棋既定的目标 反而是实地上都被白棋给获得了 这个白棋跳 白棋也走得很轻 因为这个时候他也知道 这两个子其实你要吃呢 也就给你吃了 没什么关系 黑方 冲了一个 黑棋要在这一带呢 也想做一些文章 但是这个棋其实像到现在这样 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也知道 黑棋的子力 你看有效的子力都在这边 拘泥于一侧 这种棋 空间感各方面就不是太好 拘泥于一侧的棋 有的时候还是比较 比较凝重 效率很低 这边的效率太低了 这是这盘棋它 吓坏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接下来飞 所以这个白棋加进来 这招太大了 这招 黑棋在这儿呢 试图想要走出一些东西 但是白棋下的太简明了 白棋没有给黑棋任何的可乘之计 退 它就一小尖 这个局部呢 黑棋它想借用嘛 它就想退出来 看你这怎么硬 它要借用 白棋下根就不硬它 白棋妥妥的把这一吃 可以说下成这样子 黑棋的所有的作战目标 都没有实现 还是被黑 被白棋有效的给破坏掉 白棋走这太简明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吴始终在强调说 这个AI下棋就是 你跟他下游的时候没脾气 为什么 他不犯错 这个就太过分了 对吧 我们人下棋的时候 无论水平多高的棋手 他也会犯错 那只要他有犯错呢 这个棋就有变化的可能 可是跟AI就不一样了 AI他就是不犯错 然后你跟他下多少 他依然 永远 就是保持他一个节奏 这个人跟他下是要崩溃掉 再看几步 走成这样的局部呢 脚上黑棋是活了 可是就是你如果是活这个木树还是不够啊 差距还是比较大 这边一家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 只能是这样 所以定型成这样子之后 当然还进行了很多 但是呢 涉及到胜负的地方 其实没有了 就是这期就已经 收收关 因为AI他也不犯错嘛 他就跟你收收关 这期你就收不赢 应该说这盘棋 白棋这个肩冲了跳 这种创新的手段 可能在之前还是没有 没有人有干过尝试 好吧 这盘棋就给您交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